第18题 一个分子的氯化钙在水中解离时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氯化钙的解离方程式是会产生钙离子跟氯离子 那么因为这次产生的是钙离子跟氯离子 所以选项A说是钙原子跟氯原子是错的 那我们看到呢 这里是钙是二正 它一个是二正有一个 所以总共有两个正 氯离子呢是一个负 但它有两个 所以出来会有两个负 这里有两个正有两个负 正负一样多 所以叫做电中性 总合起来叫做不带电 所以选项B说 钙离子的总电量小于氯子的总电量是错的 总电量应该相同 所以保持电中性 所以选项出的前半句 它说是电中性是对的 但是水容易不导电是错的 因为呢氯化钙是电解值 所以它的水容易会导电 那么只有选项C是对的 我们看到它会有一个钙离子 但是却有两个氯离子 所以钙离子的数目是氯离子的数目的一半 所以第18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Cl二正的数量是Cl负数量的一半 钙离子的数量是氯离子数量的一半 需要便签数量的一半 下列叙述 钙离子的一半